hello 欢迎学习python 爬虫个人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带大家来写一个这样的时装项目 写一个电影天坛的一个人的爬虫项目 那么就是把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讲几个这样的爬虫项目 那么的话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普通的这些小爬虫 写起来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么这几个我们也是跟上几个那个豆瓣一样 用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个request code 以及那个xpass那个语法 来把这个电影爬虫的一些这样的数据 把它给爬下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爬什么呢 我们要爬这个2017新片精品的一个这样的列表 那么这里的话 它是总共是列出了这些电影 那么我们这里面还可以点击更多 更多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最新电影 对吧 就是最新电影 然后的话 它这个最新电影是按照在它这个电影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发布的那个时间来排序的 那么就说最新最新发布的话就是在最上面 然后它下面的话是有很多电影 对吧 那么如果它发不下的话 它就会在这地方有那个封页 有那个封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也要去学习 怎么去爬去那个封页的一个人的电影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爬出那个电影的一个人的信息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首先对这个网站 对这个电影平台 我们要爬起的这个网站 它的这个URL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最新电影这个页面的话 是来到电影平台 index.ftml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点一下 来点一下这个什么呢 来点一下第二页 来点一下第二页 那么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了那个什么呢 list23下星2 对对那么这的话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是已经来到了第二页 对说明是已经来到第二页 然后如果我点一下什么呢 第三页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了那个list233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三页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点一下第四页 那么这UR的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list23下星4 那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页 对对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到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是不是后面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不是整个UR啊 整个UR前面这些东西啊 以及后面这些东西都是保持不变的 对不对 唯独变的是哪里呢 唯独变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下标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指示的是几 代表的是单级我这个UR 就是我是第几页了 对对 翻到了第几页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找到一个规律 对吧 现在是在第四页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四 在第三页 这个地方就是三 在第二页这个地方就是啊 在第一页 哎 这个是叫做index 点html 对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再来点一下啊 呃 这个地方我们来 我们这样吧 我们从第二页这个地方来点一下第一页 点一下第一页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啊 看到没有啊 呃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网站的话啊 它同一个页面 它可能有多个UR啊 可能有多个UR啊 所以现在我们暂时先不管其他的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网页当中啊 这个详记页面 这个这个啊 最新电影这个列别页当中 它的那个封页 这个UR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规律 对吧 就是前面这份都是个不变的啊 然后如果你是在第几页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几 对了 在第几页就是几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相对于相对是已经对 哎 这个UR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分析啊 它的规则现在做了一个分析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什么的啊 那个电影的详细下面去啊 我们点一下电影的详细下面去 那么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就记录了这个电影的一些详细信息啊 对吧 比如说有标题啊 有那个这个发布时间是在这个平台 在这个电影厅堂的发布时间 而并不是这个电影上映的时间 好吧 好 那么还有那个海报 对吧 还有 还有一些片名啊 年代啊 哪个国家的场地啊 还有类别是吧 还是那个语言啊 还有是字幕 还有评分之类的 对吧 还有演员导演 还有电影截图这些东西 那么基本上啊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那个什么 他下载地址啊 还有那个下载地址啊 所以的话基本上我们啊 只要能够来到这个页面以后 是不是就只要来到这个详情 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把它给爬出来的吧 对 全部都把它给爬出来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相对是啊 对这个页面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好吧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 好 那么对这个页面做了个简单的分析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写我们的那个爬筹 好吧 再去写我们的爬筹啊 再回到这个 第一页这个地方啊 再回到第一页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啊 我们是 我们就爬 只爬前面7页 好吧 因为他这个总共的话 看下有多少页啊 总共是有167页 那么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把167页所有的数据啊 就是说 你去要往我们这个爬出这个课取以后 你可以把167页当成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内容所有的电影 全部把他给爬下来啊 那么我们现在讲课的话 我就以前面7页为例来跟大家讲解 好吧 前面7页啊 前面7页的话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到这个代码当中 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是贝克是已经把这个代码是已经写下了啊 那么我这地方的话 我右键来运行一下这个贝克啊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个下面的一些电影啊 全部把它给爬下来了 对吧 爬下来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的话就跟大家引示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写这个代码了啊 好 来到这里吧啊 好 那么我们把相关的货把它给导入下 对吧 从下这个什么的 lxml input了去这个etree 对吧 etree啊 然后接下来还是把那个什么的 xpa 那个request requestwho把它给导入下啊 那么就是10块的request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再去写这个代码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好 我们呃 因为有一些这样的基本的那个 或是我们从0开始跟大家讲啊 从0开始跟大家讲啊 这个地方我定义好一个啊 不是定义好 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直接去写这个代码啊 首先的话我们要爬什么呢 我们要爬第一页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先把这个步骤 先把它给分好啊 先把这个步骤把它给分好啊 现在的话 呃 你想一下哈 我只要 我只 我现在我只要将这一页当中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电影啊 我如果如果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页面啊 并且能够拿到这个页面 这个这个页面啊 每一个电影 他所对应的那个详情页面的UR啊 那么接下来 我再把这个详情页面的UR啊 我再把这个详情页面的UR下面对应的那个页面啊 这个详情页面啊 这个是这个是详情页面对吧 我再把这个详情页面呃当中的这个电影把它给爬下来 那么实际上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完成了这一个页面 所有的UR的提取啊 那么以后在第二页在其他页面 它的UR提取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吧 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 如果我只要将这一个详情页面当中所有的数据 如果能够提取出来 那么以后你在其他电影这个详情页面提取这个数据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吧 因为他这个详情页面里面的这个布局的话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啊 就是说只要先将第一页啊 第一页当中所有的这个电影 他所对应的那个详情页面的那个UR把他给拿到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其他页面的话 也都是一样的啊 也都是一样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将这地方卡费一下 先将这个UR卡费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定义那个什么呢 Headers信息啊 Headers 等这个 把这个UserAge的信息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地方来把它给拷贝过来 好吧 这个没什么好说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Headers写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request去请求这个网页 对吧 那么就是RESBOSU response的这个request点那个什么呢 get 那是个UR啊 Headers是等于这个Headers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什么呢 打一下这个request点那个什么test啊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了运一下啊 哎 不对啊 现在我们应该是要运行魅领py这个文件啊 并不是运行这个贝克顶皮玩这个文件啊 用进来运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页面 对吧 可以拿到这个页面啊 但是这个页面里面的这些数据的话 是不是有些乱码了 有些乱码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乱码的问题呢 这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上这个跟大家讲那个豆瓣的一个真的 已经讲过了那个原理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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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研码出来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啊 那个Respons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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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存储存储 然后存储到什么的存储到那个test属性上去啊啊啊在什么的在那个电影天堂啊的网页中啊因为编码方式啊因为编码方式啊 request 猜错了啊猜错了啊所以啊就会产生 啊乱码对吧就会产生乱码啊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啊就不能使用这个test因为如果你只要如果你使用这个test的话啊会使用这个request 它自动给你解码的那种方式 那么它的那种解码方式的话 是解解我出来 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什么呢 原生的这个contents 然后的话我们自己去解码 我们自己去解码 那么我们这方就写个什么呢 content 那么我们解码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码呢 这个地方我们的右键来查看一下网易洋代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页 它的那个编码方式是什么的 是不是JBK的一种这样的形式 JB2312 JB2312的话 就是JBK的一个这样的字迹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JBK的方式 来给它进行解码 Decode DECOD 持有时候这个JBK 可能加索价 可能加运一下 好 那么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就不是那个乱码了 就可以显示出这个正常的中文了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网页 它不是那个 它写的不是很规范 然后的话采用变码方式是乱七八糟的一个人的变码方式啊 那么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啊 WinQuest 给你自打的这个test的话啊 那么可能就是呃 减码出来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次的话 你就要去看下这个网页羊代码 它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进行变码了 然后你自己使用这个container 来把它给Decode Decode一下 把这样的话是把它给减码出来 把它给减码出来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相对是已经拿到了这个什么呢 拿到了这个呃 test对吧 dst是哪个东西啊 相对是已经拿到这个网页 它的那个test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呃 lxml顾虚项目的那个etree啊 去给他进行这个呃 解解析 对吧 好 那么就是sml等于这个什么呢 etr1t 给那个sml 对吧 把这个test扔进去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对是已经把这个东西解析成一个呃 element的一个元素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sml这个东西 执行那个xpass预计法 去获取所有的那个电影的详情页面的那个ur 对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电影 它的这个详情的话啊 所有电影的信息都在这个详情页面 那么我们的话就要将这个什么呢 就要将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 获取到 将这个详情页面的ur获取到以后 我再写一个 我再我再去通过这个详情页面的ur 下面再去获取这个详情页面里面的数据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写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对于这个网页 先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分析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相当是什么呢 相当是要获取这个a标签里面的这个 HIF这个属性 对 a标签里面的那个HIF属性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a标签的HIF属性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去找这个规律了 找这个规律啊 我们可以看到哈 他这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啊 这个电影 每一个电影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列表 是不是用一个ul这个标签把它给包裹起来的话 对 然后这个ul下面的话 他是不是放了一放了一个table啊 就是一个table的话代表的是一个电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信息 对 一个table代表的就是一个电影啊 那么为什么啊 之前老师你不是说过ul下面不是应该要放那个例吗 对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个豆瓣哈 豆瓣电影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地方ul的话啊 ul的话下面不是应该放例吗 对 那么我们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是一个规范的html文业 一个规范的html网站啊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 ul下面应该要放例啊 但是这个电影题呢 这个网站的话是做的非常不规范啊 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标签的话 他是怎么方便怎么用啊 他是随便乱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在这个ul下面直接放了一个table标签啊 那么我们这时候的话啊 就不能按照那种常理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的了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也不用思考了那么多啊 我我我我管你ul下面放了什么东西 只要你这个地方放的是啊 我能够只要我能够在这个 在你的这个网站上面能够找得到规律 只要能够提及到我想的数据 管你怎么犯 对 我们的话啊 做爬虫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管别人什么去写了 我们就只要把能够把这个数据 把它给拿出来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分析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拿到这个table标签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A标签里面的这个HIF 对吧 那么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每一个table啊 我是不是只要只要找到所有的table 然后再从每一个table下面去找到啊 这个A标签对应的这个HIF属性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到的吧 对 白毛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吗 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析 只要你能够解析出来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话啊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就是说每一个电影它其实就一个table啊 然后在这个table下面它有那个A标签 A标签下面有那个HIF属性 那么我们只要获取到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就去写啊 首先的话 我呃 我们来写一个啊 就是 atml啊 然后点X pass XPA贴士 对吧 我们要和我们首先的话先获取到这个table啊 先获取到这个table啊 那么就是呃 TABLA 然后这个table它有什么样的呃 类型呢 就是有很这个网页当中有可能有很多table 对吧 这个呃 我们现在的话要获取到这个里面的这个table 那么这个里面的table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个class叫做tbspain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抓住这个啊 属性就可以了 好吧 抓住这个属性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at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tbspain啊 tbspain 是叫tbspain 对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个table以后 接下来我再去这个呃 table下面去拿到这个a标签 对 拿到这个a标签啊 那么就是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下面的那个a啊 而且注意到这个a标签的话 它是不是在这个table下面的那个子松元素当中啊 对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应该给个啊 两个鞋干 两个鞋干 对吧 而且我们拿到这个a标签还不够 我们还得去拿到那个a标签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hif属性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电影详情页面的那个ur 全部都把它给拿到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啊 detl detail urls 给它加s 代表的事情很多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 for detl url 因什么的 detl urls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打一下detl 准备加什么东西 准备加了一项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所有电影 它的那个详情页面的那个url了 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拿到所有电影的那个详情的url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后面的这部分 只是拿到这个后面这部分 如果我们想要去访问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得把它给前面这部分把它给加进去啊 对了 还得把前面这部分加进去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前面这部分可能叫c拿过来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定义好一个全局变量啊 叫做什么呢 bass domin domin 就是基本的那个域名好吧 拿到这个地方来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啊 这样就是bass domin 再加上这个东西 可能的加来运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所有 就是把一页当中啊 把一页当中所有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详情页 那个详情的url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了 那么啊 这个拿到了啊 拿到了啊 那么如果你能把一页当中所有的页面的那个 所有电影的那个详情页面拿到 那么以后你在其他页面拿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现在去拿下第二页他所有详情页面的url啊 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将这个url替换为第二页的那个url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改成那个r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可能加索的下 可能加r来运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第二页的所有电影的那个详情页也已经拿到了 我们再来走进去看一下对吧 好 这样的话是第二页的那个详情页对吧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呃 详情页面的这个url啊 我们就已经抓起到了对吧 已经抓起到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呃 这个盘种可会稍微大一点哈 所有的话我们这地方就分个来讲 好吧 分个来讲 因为后面的话在解析这个详情页面的时候啊 在解析这个 呃 解析这个里面这个详情页面的时候啊 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到 好吧 所有的话我们这地方啊 我们这几个就先讲到这地方啊 大家看完这个课程以后自己也在课程里面啊 先把这个东西往上一下啊 跟一下好吧 跟完以后再去跟下几个的内容啊 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